現在是八點多 沒錯天還是亮得 因為這裡是歐洲 那我想去看魔法噴泉 坐地鐵過去 今天是禮拜四 那魔法噴泉在今天的表演時間會是晚上九點開始 所以想說可以去看一下那邊的噴泉秀 那交通卡的話我是買這個T-Casual 然後是Zone 1的 總共是11.35歐元 可以搭10次 所以平均一次只要1.1歐元多左右 有不上網看文章看到的 我覺得還蠻不錯用的 公車巴士等等都可以搭乘 在巴塞隆納的地鐵站都買得到 到西班牙廣場了 映入眼簾的就是兩根威尼斯雙塔 非常的壯觀 然後就可以稍微的看到噴泉的影子了 現在已經九點多 所以表演已經開始了 然後可以看到對面的廣場圍了超級多人的 滿滿都是人潮 連連接到那一頭的橋上也都站滿了人 他那個水噴超高的 我在這邊都感受得到水 這邊的人還會跟著那個音樂唱歌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 噴泉再往上走一線就會看到加泰隆尼亞國立美術館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瀑布非常非常的壯觀 很多人都在這邊欣賞這個瀑布的景色 繼續搭電梯道跟上一層去 真的好大喔 我站正前方位置都可以噴到水這樣子 感受到那個瀑布的霧氣 從上面往下望呢 可以看到前面的瀑布 還有更前方的魔幻噴泉 走上來了 走上來了 正前方就是美術館 你看要表想 哇好漂亮 就是從最頂處往下看的樣子 給人感覺還蠻平靜的 從這裡看下去真的超級漂亮的 整個魔幻噴泉還有美術館的瀑布 加上巴塞隆納的夜景 真的超級浪漫的 從下層一層一層爬上來 真的每一層都有不同的欣賞角度 跟給人不同的震撼感受 現在是9點多 巴塞隆納的天空也終於漸漸暗下來了 現在差不多是9點10點 那我也要回我的住宿去了 魔幻噴泉是個免費的景點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官網 才下他隨無演出的時間 像今天就是晚上的9點到10點 另外因為這是蠻有名的景點 所以聽說這邊巴塞也蠻多的 大家如果來的話也要注意一下財務安全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內容 也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分享一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結果我剛剛講完的時候也差不多10點了 10點一到它就突然整個按掉 變成一般的噴泉 還有一些人會幫噴泉鼓掌 可能是表演的好的意思 我發現它是連前面的噴泉也都要按掉了 全部都10點一到就開始消失不見了 現在就剩下一片空蕩蕩的水池 碰巧遇到這邊還有一個建築物的光影秀 夜晚的巴塞隆納真的很美